高智商智力提 打对赢1000元现金大奖 逆局50元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啦 帅哥美女们过来看一看 瞧一瞧啦 老板你这个怎么玩 美女啊你看 这是一个高智商的智力提 只要你能让这个等式成立 我这1000块钱现金大奖就立马给你 好那老板我玩一局 行50块 我出门没带钱 没带钱 没带钱你玩什么 干你滚 什么人啊简直 这世上啥人都有 是 老郎请吃鸡 就没见过这么扣门的爸妈 一份留下钱都不给我 这一早成了 怎么没个人能答对呀 现金大奖啦 高智商智力提 赢现金大奖啦 过来瞧一瞧看一看啦 大奖 大奖 哪有大奖 玩游戏赢现金大奖啦 过来看 大奖 大奖 我这里有一道提 只要你能答对 我这一千块钱的大奖就归你 怎么样 一千 那能买多少好吃的 我玩我玩 你确定啊 那等一下你给我的游戏费 我可就不还你了啊 谢谢美女姐姐 给钱 那行 既然你结我钱了 你就玩游戏啊 别怪姐姐我欺负你 你别看我是小学生 但是啊 我也是玩得起的人 那行 我给你讲讲规则啊 看到这个等式没有 只要你动一笔 让这个等式成立 然后我奖金就给你 就这么显得 那你看好了 一千块到手 怎么样 我只动了一笔吧 这你怎么做出来了呀 敢在这本餐 也不打听打听我游戈 快给钱 记住了 小学生也是很厉害的 谢谢姐姐 我走了 拜拜 我这一周才这么 那一千块钱 这两秒钟就给我引走了 现在的小学生 怎么这么厉害啊 我这弹不白了 点击下方邮高视频 加个关注呗 同学们 天气越来越冷了 所以咱们要换上秋季校服了 但是呢 老师了解到 你们觉得校服不好看 所以啊 今天老师给大家一个机会 让大家自己设计校服 怎么样 自己设计校服 我们又不是服装设计师 对呀 太难了 不难不难 我们呢 是用报纸先设计出来 然后我们会进行评比 谁设计的好呢 我们就按照谁设计的做 那这么说 我们不就可以穿 自己设计的校服了吗 那当然了 那还等于什么呀 老师 快给我报纸吧 我要做一条 自己喜欢的小裙子 我先来 我先来 玩 probably 哈哈嘿嘿嘿 哇 老师 我做好了 嗯 红豆同学 做的挺精致嘛 来来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 哇 很好很好 有高同学 你怎么样了 老师 调好了 哇 怎么样老师 哎呀 有高同学做的衣服 很潮流嘛 走在时尚的最前端嘛 很坏神啊 那老师 我们谁设计的更好啊 大家觉得 谁做的更好看呢 喜欢油高的请回复1 喜欢红豆的请回复2哦 哇 点击下方油高视频 加个关注呗 你看你 整天就知道买手机 眼睛都惊失那么严重了 要不是你拉我出来 我都不想出来 那有凳子我们过去坐 我的手机呢 哎呀我好像往家里了 没事 你就这么一会儿 起来 胸体不容易放开 那不是红豆吗 他不是跟我说在家睡觉 现在还跟一个男的在这坐着 烦了他了 我得过去脚脚 上次你送我的化妆品 可真好看 那可不 花了我好多钱了 好啊 骗我在家 还和别的男的在这约会 还是个老头 气死我了 我怎么感觉我的头 一片绿光 这次生日不是快到了吗 我想 要辆小汽车 嗯 行啊 你要啥都给你买香 我疼你呢 哇哦 哼 行 头他比我有钱是吧 你给我等着 哎 别动别动 你头上有东西 住手 别 尤高 你怎么在这 好啊 红豆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 你对得起我吗 尤高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给我解释啊 解释个屁啊 嘿嘿嘿嘿嘿嘿 尤高 尤高 别 别 干啥 来人了 来人了 哎 停下啊 我 求他得碎死 要脸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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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爸 你没事吧 爸 嗯 爸 快起来啊 爸 爸 我 你什么爸 这就是我爸 我话都没说 你上来就是一顿打 他打 大花哥 你有力气的吗 老丈人 老丈人 你谢谢你谢谢你 起来啊 你谢谢你打我一顿吧 老丈人我扯了 爸 爸 我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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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火鸡面了 一碗一块钱 走过路过 不要 老板 大老人就闻念你这火鸡面的香味了 给我来一碗 那当然 我这可是独家秘方制作的 老板 你这一碗就一根面呢 不然呢 这一碗才一块钱 你想要多少啊 行 厉害啊 哎 这老板 为面太口门了吧 打着便宜的谎子欺骗消费者 我得制止他 哇 老板 你这面也太好吃了 嘿嘿嘿嘿 那可不 我这可是祖传的独家配方 哦 原来是这样 那 给我来一百碗 打包带走 一百碗 这么多 对啊 大水 结不结 一碗一块钱 一百碗 就是一百块钱 我今天要发了 老板 废话少说 你卖不卖 卖卖卖 等着我给你说 一碗 两碗 三碗 四碗 五碗 三十四碗 三十五碗 老板你万万说 困了我先睡会 这老板真傻 果真上当了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终于数完了 帅哥帅哥醒醒啊 数完了 哎呀你可算数 再数天下都黑了 数完了 对对对 一共一百根一百块钱 我先接个电话 嗯 哎 杨宝 又住院了 行行行那我过去啊 老板一百万我先不要了啊 走了 哈哈哈哈 快快快 我这手都数抽筋了 九条锻炼身体了 让你扣门 活该 那我不是白数了吗 哈哈哈 点击下方邮高视频 加个关注呗 爆辣火鸡面 一碗只需要一块钱 快过来看一看 那火鸡面了 一碗一块钱 走过路过不要 老板 那大老人就闻见你这火鸡面的香味了 给我来一碗 那当然 我这可是独家秘方制作的 老板 你这一碗就一根面呢 不然呢 这一碗才一块钱 你想要多少啊 行 厉害啊 这老板为面太口门了吧 打着便宜的黄子欺骗消费者 我得支持他 哇老板 你这面也太好吃了 嘿嘿嘿嘿嘿嘿 那可不 我这可是祖传的独家配方 哦 原来是这样 那 给我来一百碗 打包带走 一百碗 这么多 这呀大水益 接不接 一碗一块钱 一百碗就是一百块钱 我今天要发了 老板 废话手说 你卖不卖 卖卖卖 等着我给你数 一碗 两碗 三碗 三碗 四碗 五碗 三十四碗 三十五碗 老板 你慢慢说 困了我先睡会 三十七碗 哈哈 这老板真傻 果真上当了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一百 终于数完了 赛哥 赛哥 谢谢啊 数完了 哎呀你可算数 再数天啊都黑了 数完了 对对对对 一共一百根 一百块钱 哎我先接个电话 嗯 哎 元宝 啊又出院了 啊行行行 那我过去啊 老板一百万我先不要了啊 走了 快快快 哎哥 我这手都数抽筋了 九条锻炼身体了 让你扣门活该 哈哈 我是白鼠嘛 点击下方油膏视频 加个关注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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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